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盐平乡 这个木兰地灾后有关盐平红叶有序社区的这样一个动土祈福典礼 我们也知道其实台东在这个红叶村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因为有我们红叶国小的关系更是全国知名 那么这样一个美丽的山明水秀的地方 却不幸在去年因为木兰地台风造成的土石流影响了我们的居住的安全 那么当时幸亏了我们也有很好的疏散 让各位虽然是躲过了这个土石流给我们带来的伤害 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土石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居住的安全的问题 同时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吴主委来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协调 看看这事情中央要在什么地方能够做最好的处理 那我也很高兴今天我们在差不多六个多月时间的努力 我们很快的解决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和争议 包含要迁到哪里去 包含这个土地要怎么样的能够有一个适当的取得 同时呢要能够包含我们的整个公共设施的这个要如何去安置 还有一些法规的问题 要这个如何的去解决协调 最后呢当然还是建设经费的着落等等 总算是在这六个月多的时间啊 我们把这个问题都能够很快的解决 那也很高兴的看到呢 这个今天的动土典礼的开始 当然我想这里面要感谢的人是非常的多 因为这里面不只是中央包含地方 包含议会 包含我们当地的 我们这些刚刚讲的我们的所有的村民 以及我们这个土地能够提供的这些服务师的奉献者 我们都是应该要非常的感谢 因为每一个环节才能够处理的很好 才能让今天看到这样一个顺利的结果 我们希望以目标呢是在今年中秋节 希望在前后呢 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居住地点就能够有了着落 不过呢但是因为夏天呢不知道会不会来台风 台风一来工程一停下来 很可能也就只好往后延后 但再怎么延后 我相信这个等待都是值得的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六个月时间努力 已经看到了很好的成果 更重要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所有的施工过程呢绝对不能马虎 我们希望我们所建的新房子呢 第一个是要兼顾滥用有序的安全的 第二个呢要能够是整个外观 整个的这个施工来看呢 要能够跟我们当地的景观 要能够相当程度的融合 要能够是看起来呢 要维持我们红叶村的这个美丽 以及它既有的一些特色 那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 当然呢对于将来建好之后呢 其他的安全的维护 包括原来受到土石油淹没这个地区 要怎么去整治 要把这个整个的公共设施能够联系起来 这个我们还是要继续再来努力 那么特别要叮咛的就是 因为夏天又要来到了 那也就是台风季节也要来到了 那么在这个新的这个建筑物 还没建好的时候呢 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住在这边的所有的乡亲 还是要能够保持高度的紧接 那么既然原来住的地方已经有危险了 所以我们在如果台风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我们要疏散的 需要疏离的部分呢 我们也一定要能够一起来努力来做好 那么务必让我们这一天夏天 在我们新的房屋还没建好之前 我们要能够让今年夏天 任何可能的洪灾带来的危险呢 都不要在这边发生 这是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的 那最后呢 我也谢谢大家 吴云拉